好,那各位好,今天的话等于是我们那个最后一次上课 第14次上课啦,所以我们每次上课都会把那个影片稍微 就是每一次上课 稍微再重点回顾一下 所以上个礼拜的话基本上重点 我是建议各位还是要回去多 实做啦,因为像这样的课程 其实我觉得 与其说你了解很多理论 倒不如你做一次,会做比较重要 另外的话我也有把那个相关的 这个程式码都放在云端上面 所以请各位注意一下 因为今天已经是最后一次上课啦 所以如果假设你将来需要把这些 云端的讲义都保留下来的话 可能还是要自行再把那个云端的资料 做个下载的动作,因为备份一下 然后上个礼拜的话等于是 我们云端白板上面的那个第四个单元 那主要是利用那个 还是用到Query Table 那Query Table当然呢 如果以那个微软的Excel来看 它其实等于是比较 之前的一个物件 但是我发现这个物件 其实没有比那个 它后来推出的那个Query 10物件 还要难用啦 我觉得它反而比较简洁 那不需要说特别的动作 然后就可以把资料给下载 那当然呢它有一些 可能针对某些资料 比如说呢 一定要是表格式资料 所以如果假设你的那个资料 并不是一个表格的资料的话 那你就没办法用Query Table 那怎么办 所以今天的话呢 就是上课啦 所以我会把那个 比较多的时间花在 就是如果假如你要抓的资料 并不是在 Table 里面的话 那该怎么去抓 那我是觉得Create Table好处就是说 反正如果你是要抓表格 那很简单 你只需要怎么 告诉它网址 然后它编码方式 另外就是它 你这个 Table 是在网页里面的哪一个 Table 那它就帮你把它抓下 Refresh 那Refresh的后面理论上 参数是0 或者False 那如果你假设没有 它好像是1 如果是1的话 会有个问题 就是它怎么样 它会在背后抓 如果True的话 背后 那背后抓意思说 程式 它还会继续执行 所以有可能一种状况 就是上个礼拜 有同意问到 你资料还没抓下来 你要删除 那很抱歉 可能会删除不了 的问题发生 OK 所以今天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 再来看一下 然后 今天的主轴 我们会放在第五个单元 所以可能 请各位 可以先稍微看一下 HTML 的这个部分 我会举一些实际的案例 让大家知道一下 该怎么做 上个礼拜 当然我们 就是举了 几个案例 就是 去抓 奇交所的 个股 日成交资讯 但是 网页里面的话 有个比较大的问题 像这个网站 你要把它抓下来的话 那如果 我们用Post 他确定是用Post 因为他现在好像很多资料 不让你抓 所以我前面讲过 假如你在网址上面 看不到任何参数的话 理论上就是Post 那如果是Post 的话呢 你就要用一些方法 把它抓下来 那我们当然会用 那个 就是开发模式 你按右键检查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 他到底丢什么东西 给你呢 实际上 所谓的Post 跟Get 实际上就是一个Request 就是你要跟 Web Server 网站的Server 要什么样的资料 会有一个Request 就是需求 然后他会Respond 给你什么 所以呢 我们发现 他里面Respond 给我们的是一个 Jason檔 Jason的格式 所以呢 其实前面我们花蛮多时间 就是 从他给我们的Jason去做解析 不过各位有发现 你如果去解析Jason 虽然也是解析的出来 不过程式码非常的冗长 而且甚至 你还要去切割资料 很麻烦 所以后来的话 我们又找了另外 前提是 你有别的方式可以抓资料 后来好像我们知道说 原来 他除了Jason之外 他其实还会Return 给你什么 Return 给你那个什么HTML 所以如果是HTML的话 就好办了 而且这个HTML 刚好也是个表格 我讲刚好是 如果不是表格 那很抱歉 你就麻烦了 OK 所以 所以 当然还好啦 网路上的资料 理论上如果你要抓的 大部分都在表格里面 那可是 总会有一些个案 而且现在很多的网站 他就是不让你抓 所以呢他就故意不做成表格 那不做成表格 你就很难像Yahoo股市好了 他就不是表格 所以如果不是表格的话 那你就变成说 你要去抓那个什么 网页里面的标签 然后你的资料放哪个标签里面 你要把那些标签通通抓回来 里面的资料通通抓到Excel 那当然相对的是 困难度就会 这个这个 这个等于是 升高很多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也是今天我们要讲的重点 所以 后来其实我们还是用到那个 Creditable OK 所以啦 理论上就是表格 他才有办法这样做 那所以呢 里面会多加一个 一个 一个参数叫PostTest 那当然我们就找到 原来他的Post的参数是什么 然后把它加到 这个PostTest里面 那这样的话呢 他就回应给我们 就是一个网页 那我们再用Creditable 把它解析一下 我觉得Creditable好处就是说 只要是表格 你就不用管里面到底 他的结果 反正就把里面资料抓回来 就好了 其实真的简单蛮多啦 OK 那再来当然 我们课程 除了爬取资料之外 还有绘图 所以绘图部分呢 请各位自行再把图给绘制出来 包含就是也许你 折线图啦 直条图啦 甚至是圆形图等等 那这个部分 可能就是自行在 稍微再 动手做一下啦 因为我们这课程 其实真的还蛮花时间 可能要实做的 那今天的话呢 原则上我们 会继续再来看 那个第五个单元 就是利用另外一个物件 不是Create Table Table Create Table 主要是针对那个表格 可是 假如我们要抓的是网页里面的资料 那那个网页里面 它又不是放在Table里面的话 那我们该怎么去把网页里面的某些资料抓回来 OK 那基本上的话呢 会有几个重点 那第一个请各位先稍微阅读一下 这个 云端白板上面的第五个单元 这里 OK 用那个HTML物件 解析那个HTML原始码 然后并且把那个 资料给截取下来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当然有几个你必须要知道的 第一个就是 网页 的基础啦 那到底网页里面怎么构成的 我想 你可以 我是建议各位可以先把那个 第一个连结 也许稍微看一下 当然网页基本上的架构 不外乎就是什么 HTML 那HTML里面主要是标签 它里面的Element 就是它元素 然后里面有一些标签 然后还有它的内容 那基本上我们要取得就是内容 那透过什么方式呢 透过标签 那当然除了透过标签之外 你也可以透过CSS 就是class 或者透过ID 那其中的话TAG它的 原则上有个头有个尾 有个open 有个close 那前面的话一定是小于符号开头 然后大于符号结尾 这个是标签的头 标签的尾一定是斜线 然后基本上架构就是这个部分是一个段落 P的话是段落 那内容再放里面 那一整个就是element OK 所以呢 如果假设我们今天希望把这一个 这一段的文字给抓回来的话 那只要抓P就可以了 P这个TAG 可是问题呢 在VBA里面怎么样去把这个TAG给抓回来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 那当然抓的方式很多啦 我是建议各位 可以找一些比较简单的 所以我理论上爬虫的这个部分的教材 其实是我之前教Python时候的方式 只是说我把它转换成VBA而已啦 那我发现其实好像也没什么太大差别 因为呢在Python里面的话呢 基本上会用到一个叫BeautifulSoup的一个模组 那这个模组就是帮你做一个解析那个文字的一个方式 不过在那个什么呢 我们的VBA里面该怎么做呢 那后来我就找到一个叫HTMLFile的物件 那这个物件的话呢 其实也非常容易可以解析 解析的方式的话 主要是透过什么 几个方法 如果你要抓哪一个TAG的话 他有个方法叫GetElementsByTagName 那其实这个方法等于是一个叙述啦 就是你要抓元素 你可以透过什么标签名称去抓 OK 那第二种方式的话呢 就是ByClassName 所以呢其实其他还有一个属性 比如说它有Class 那如果它有Class 我们也可以用Class方式去抓 那其他的话呢 当然你可以透过ID啦等等的 所以如果各位假设对这个HTML不熟的同学 可能之后再找一些时间 把那个这个连结里面的文章稍微看一下 那今天的话 我们要取实际的案例来练习 所以首先的话 各位找到那个第五个单元里面 这边有一段 在第一页吧 这一段的话实际上我是模拟啦 假设一个网页 一个很简单的网页 里面的话有三个段落的文字 第一个段落文字就是Hello World 1 第二段就是2 Hello World 2 那第三个是Hello World 3 所以如果我今天 假设模拟一下 这个是一个网页 网页背后的原始码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那理论上我们要爬资料 一定会先爬到原始码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原始码里面的 这三个东西爬出来的话 那我该怎么去 利用VBA做爬取的动作 ok 当然这个 原始码部分的话 我请各位待会第一件事 请你把 这个第一页的原始码 先Ctrl C一下 ok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假如我们模拟一下 就是说呢 你把它贴到哪里呢 贴到那个 我们的 你就开一个 空白的 那个 Excel 档 然后把它贴到 A1的位置 把它Ctrl V贴上 好 那假如啦 有点像我们已经 从网路上 把那个原始码 抓下来了 那各位可以看到 HTML它的结构一定是 HTML开头 HTML结尾 然后上面这一块 是它的Head 然后有个title 叫hello 然后呢 body的话 就中间这一块 实际上啦 在浏览器显示的 就body ok 那如果我们有个需求 我希望 我可以透过 VPA的程式 就是刚刚讲 HTML file的那个 物件 那帮我抓什么 HTML123 放到这里来的话 那我该怎么做 ok 所以喔 这个地方的话 主要练习 假如你现在已经把 网页的原始码抓下来了 那你要解析 这三个东西 所以喔 我刚刚提过 你可以先建一个物件 就是什么物件 HTML file的物件 用CreateObject 然后呢 产生这个物件之后的话 它里面有个方法 叫getElements byTechName 那特别是因为它里面有三个嘛 所以它回来的东西呢 会放在一个阵列里面 所以喔 如果放阵列 那我们可以跑个回圈 分别把它从阵列里面取出来 那就可以把它显示在这边了 ok 那我先demo一下 旁边我已经 预先已经把那个程式写好 放在这里 ok 点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现在的话取得的是这个 Hello 是这个 这个 title的资料 那如果我要改的话 当然我可以把它改成 Hello 那至于要怎么改啦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这个原始码 把它 放到这边来 然后我希望取得 我 想要取得的这里面的标签 的 content 里面的资料的话 那我该怎么做 当然我刚刚这个地方显示 title的话 诶 那我就什么 get element by tegnet tegnet的话呢 那我用title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这个地方 把它按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程式嘛 那第一个答案 请各位 先在那个 VPA里面 先产生一个模组 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OK 那模组名称的话呢 也许你就取名叫什么 范例1 OK 我这边取一个 然后里面的程式嘛 基本上 大概会有这一些 首先的话 我们会利用create object的方式 然后呢 把这个htmlfile物件 先引入 变成一个物件名称叫html 然后呢 我如果要把 A1这里面的资料 把它变成什么 变成一个网页 因为它是一个网页的物件 html物件 然后呢 我要把这些东西呢 帮我放在哪里 放在这个物件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语法 叫html 后面加点body 点in html 意思是把这一个文字 这个字串呢 放到html 所以哦 html里面其实就会 有我们现在 网页里面的所有资料了 OK 那接下来如果我要抓里面的资料的话 我刚刚提过 你可以用什么 这个物件里面 我要抓这个里面的 假设我要抓title的话 那我可以什么 后面你可以什么 点 getelement by tag name OK 后面的话 瓜糊呢 你可以再加上它的 tag标签 所以标签名称是什么 标签名称是hello 所以我就把这个hello 标签名称是title 所以把这个title 带到这边来 前面当然有个语法叫set set 后面的话就加个物件名称 那得到的这个title的结果 hello存在t里面 那目前title只有一个 所以里面理论上 就是只有一个资料 那我要怎么样 可以把它取出来呢 当然我可以什么 跑个回圈 或者是说你如果不跑回圈的话 那你其实这边 因为只会有一个 所以你这边基本上 就不需要跑回圈 实际上你可以什么 可以直接把那个range b2里面 直接呢就丢什么 丢那个里面的资料 这个回圈 其实就可以不需要跑 那我上面这一行是先把资料 这个b1里面是要先清空 那再来的话就是把什么 把取得这个t t里面 那特别注意 get the element by tag name 他回来会是一个正列 那也就是说呢 不管你是一个 或者多个的话 那理论上都是 要跟他讲说哪一个 因为我们知道只有一个 所以我就先抓 他一个的话 那就是第一个编号一定是0 因为正列一定从0开始 那他里面的什么呢 里面我要他得到的 所以他回来给你的话 理论上是这样一个结构 OK 可是我不要这样啊 我只要里面的资料的话 那我就怎么样 在后面加一个叙述 我要里面的文字 所以你就打一个inner test 那大小写没有差 所以你可以直接 输入之后的话 那理论上 他就会帮我把 这个里面的资料呢 帮我抓过来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今天假设 我写了一个程式码 那我要抓 这一个html标签里面的 title里面的文字 帮我把它抓到这边来 我先删一下好了 其实不用删也没关系 因为我这边有写一个叙述 那我们来看 F8我们来跑一下 先建一个html 然后把 这个原始码放到html里面 然后呢 我再去这个里面呢 去抓到title标签的 资料 然后呢 并且 把里面的资料 给写到 这个储存格里面 可以看一下 里面应该这样OK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就会帮我取得hello 那假如说 如果我今天呢 我要想要改一下 改 比如想要改什么 我希望 把那个 底下这边有 helloworld123 帮我放到 这边来好了 也就 假的 变化一下 如果我希望呢 我不是抓title 而是抓 这个p的话 那该怎么做 其实也非常简单 因为我原理都一样 反正是标签 我知道他p嘛 所以呢 我只要在这个title地方 把它改一下 改成p就可以了 但是得到的结果 我们刚刚只会一个 可是这边的p有几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是p的帮我全部找 所以他会有三个 那三个的话呢 如果你今天 假如说你print的话 假如你现在像这个地方 他只会抓到第一个 所以第一个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理论上应该是抓到helloworld1 理论上我如果没改的话 你看一下 執行的话 helloworld1 帮我print到b1里面 有了 有没有 那你想说 helloworld2呢 那其实 他这个地方呢 他因为他找 这个p总共有三个 所以理论上第一个 就编号0的话 那就helloworld1 那如果你要抓第二个的话 其实很简单 那你就把它复制一下 这边改成1就可以了 如果改成1的话呢 再把它拉回来 那我再把它print一下 有没有 helloworld2了 不过你会发现 刚刚helloworld1不见了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他能够1 然后换行 2 换行 3 换行 3个都在一起的话 那当然你可以这样 你可以怎么样 把原来的保留 那原来怎么保留呢 就是把原来的资料 就是htm 那个range b1里面的资料 再帮我串接一下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理论上就是 一样先把它清空 我把它倒车回去 先helloworld1 再helloworld2 有了 可是你说 老师那为什么 连在一起 因为呢 你尾巴 可能要再加个换行 所以呢 你在helloworld1 后面再end 如果你要换行 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什么 在 出生歌里面 你可以加一个char 在那个 在那个 等于是抓 ASCII code内码 编号10的话 其实就return 其实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在 出生歌里面 就会帮你换行 所以我们把它倒车回去 好了 看一下 这样清掉 然后有一个换行 然后串 那个hello2 在后面 那你说 那你说 老师那hello3怎么办 一样 我们 它 基本上会在 踢 这个里面的 0 1 所以你可以再把这一行 再复制到底下 然后呢 这边改成2 就可以了 不过一样的道理 这个后面可能还在串一个什么 串一个 return 就是换行 换行的话 就是ASCII code内码的10 10 就return 那你就把它串到后面 所以呢 一样我们再加一下 所以呢 一样先清空 然后再取得什么 取得第一个 等于是 这个 它按照顺序 第一个就是hello1 然后并且换行 然后在hello2 并且换行 在hello3 并且换行 OK 好 那得到的结果 就是各位可以看到的 也就是循序的 可是啊 你想说老师 那如果将来hello1到100 那我如果不可能写100行 所以怎么办呢 将来其实你是可以写一个回圈 那回圈范围的话呢 当然就是0 到 它里面到底找到几个的范围 那这样也OK啦 所以我们请各位先试试看 先把那个 我放在云端白板上面的 第一页 第五个当然第一页 所以这个 原始码先贴到A1 练习看看 先把那个共用先提一下 ok 试试看